这里是浙江最大的网红公寓,活跃着两万多个女主播,也是你们传说的茶楼,每到情人节这里就热闹非凡,人来人往,它有着26万平方超大单体建筑,整个建筑里共有万套公寓,它就是历经国际酒店,也是网络中爆红的魔幻大楼,这里居住着两万多人,被称为浙江杭州最大的网红公寓, 这里有着世界一流大师合作设计六星级大堂,每天往来很多漂亮的小姐姐,美食城,超市,健身馆等一应俱全,自称一个独立王国,有人说这里是品茶圣地,大型修车厂,但品的是什么茶,修的是什么车,你知道吗? 这里每套公寓,又被分成了4至6个房间,房东一改6,一改7非常普遍,最疯狂的房东,硬是把一套220平方米房间隔成了13个单间,房东各个偷着乐,按一个普通140平方米弧形,隔成8个单间计算,月租2万妥妥的,一年租金就有24万,一些尝到甜头后的房东愈发变本加厉, 继续隔出更多单间,直到无从下手,而单间越多,面积越小,房租反而更便宜,租进来的人成几何数增长,远超建筑原本设计承载的人口,每到深夜,楼下时不时有人开着低音跑豪车,东张西望,鬼鬼祟祟,走廊里常听到让人哭笑不得的声音,同楼层里总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,航排高空俯瞰,这里密密麻麻的隔子间,看起来都有点大脑壳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